德撒洛尼前书第三章 为此,我们不能再等待,就决意独自留在雅典。 而打发我们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 做天主仆人的地貌德前去, 为在信德上兼顾鼓励你们, 不叫任何人在这些困苦中受到动摇。 你们自己远也知道,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 因为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已给你们预言了,我们将遭受磨难。 你们看,现在就发生了。 为此,我既不能再等待, 所以派他去叹息你们的信德, 怕那诱惑者诱惑了你们, 而使我们的劳苦等于白费了。 现今,地貌德从你们那里回到我们这里, 对你们的信德和爱德, 给我们报告了好消息, 并说你们时常想念我们, 渴望见到我们, 就像我们渴望见到你们一样。 为此,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磨难困苦中, 因了你们的信德, 由你们获得了安慰。 因为若是你们在主内战力稳定, 我们现在就能活下去。 我们为了你们的缘故, 在我们的天主前, 甚为喜乐。 对这一切喜乐, 我们能怎样感谢, 好为你们称谢天主呢? 我们唯有黑夜白日恳切祈求, 为能见到你们的面, 为能弥补你们信德的缺陷。 但愿天主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 铺平我们去你们那里的道路。 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 和对众人的爱情增长满意, 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 好兼顾你们的心,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 同他的众圣者来临时, 于天主我们的父前, 在圣德上无可指摘。